我們剛講到現在怎麼在辦的 好像都跟台南有關係 一個星期裡面辦了三個台南幫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一個是在台南的左手 一個是在台南的右手 一個是曾經當過他的助理 好啦 大家就在問 發生什麼事情 黨內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今天在中場會上 當然賴清德他有講話 但是每次出大事的時候 就要請什麼 就要吃米國聖誕 什麼意思 抗中保台又拿出來迎接 今天早上 他其實就開始在跟大家有一些的指教 譬如說他告訴你了 您看看我們上半年對中出口 是創下了22年來的新低 這些主要的原因都是 因為我們其實是非常有意識的 在兩岸之間 我們必須要好好做一個調控 同時他也告訴我們 中國他擴張威權的對象 不是只有台灣 現在清德強調的是 民主國家我們就是要更團結 你看看 大家以為說 只有對我們台灣是受害者 沒有 我們其實看到他們 好像也對東北這一邊 日本這裡 或是南海這一邊 菲律賓這一邊 賴清德的意思就要告訴大家說 中國其實世面的都在施壓 大家都是受害者 但是大家也想問 那時候也是怎麼樣 是現在在打的這兩場戰爭 都跟他們有關係嗎 也不對啊 好像是跟美國比較有關係啊 講了這麼多 其實為的就是那四個字 叫抗中保台 為的也就是那40% 最近民調又一點點掉 好其實呢 是不是回過頭來 都是為了選票啦 但是也要問啊 如果說選票都是鐵票的話 是不是還會看人家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呢 講到台南 大家就會說 外國沒有去台南嘛 最近他們水營跟這樣 南台灣高雄有去 屏東有去 怎麼在台南沒有去 就是因為台南是過半的支持率 不用去嗎 還是去到那邊不好講呢 所有的事件大家都想問 賴清德對於台南下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看法 好 今天呢 他的這一句 不要讓這個黨來受害 私生活要檢點 主詞沒出來 但大家都認為 講的應該就是李孟燕 講的可能是林一錦 講的應該也是 所謂的陳宗燕了 好 現在呢 大家也要問 子弟兵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他們的老闆 是怎麼樣來看這件事情 鄭立文首先就要說 他覺得是一個 財團複雜的問題啦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他說李孟燕呢 現在是不是品性有問題呀 甚至呢也傳出 是不是他跟廠商走的比較近 所以呢 才會一直這樣子 從地方到中央 一路都受到重用 一路從地方跟到中央的 還有誰 還有陳宗燕呢 是不是也有接受廠商的招待 好 這一些他就說了 一副道貌黯然 會不會讓人太噁心 那個部分 謝龍介則是直接講了 說管不住下面的下面 管不住下面下面 他就認為啦 這麼一樣一件事情 牛皮垂太大了啦 現在最好給一個說法 當時你說 台南市各個公職人員 屁股有幾根毛我都知道 那現在呢 現在你是不是也應該要給大家一個招待 要不要鞠躬 要不要站起來呢 而且呢 現在也進一步的被爆料是 李孟燕當到交通部長 這是一個 不能說肥缺 但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務 好啦 他當交長的期間 半年來不申請隨戶隨身 有人說是因為不喜歡麻煩人 還是是因為 其實有一些自己的秘密 不想讓別人知道 甚至廉政署現在也要查了 因為查出說這個對象住的房子 是在遠航張光維旗下的民宅 到底跟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不當往來啊 有沒有什麼關係啊 法務部長呢 其實他那個時候跟李孟燕關係也很好 但現在該調查的還是要在調查 還是說其實做做樣子 大家其實真的都在看 這個女生現在這個房子也被棋底 除了說他的地址被棋底 除了說他哪一年買的被棋底 現在甚至還有人進去去找 就想問啦 不對啊 這麼多的錢 李孟燕如果說他太太都不知情 那他這些錢是哪裡來的 在新北這邊買房子也不是太便宜啊 那這些錢可以拿去買房子 那其他的呢 他就想問 回過頭就是私德的問題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貪的問題 就是你到底老闆知不知情的問題 請教旺哲一個星期裡頭 三個子弟兵出事 現在喊抗中保台有用嗎 其實這個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其實我覺得最有感的是什麼 旅遊業者 這個旅遊業者在今年暑假 我跟各位講 已經基本上快倒一片了 包括花蓮 包括墾丁很多的旅遊業者 因為路客不來 你沒辦法嘛 撐不下去嘛 那你就倒了 那可是問題是我們政府有想辦法 救我們的觀光業嘛 看起來也沒有 你就給他放倒 甚至給他補助 補助之後也沒用 大家都跑出國玩了 過去在疫情之前 我們至少每年 至少有兩百萬左右的路客 是來台的 可是疫情之後 現在不來了 現在逼得像陳玉珍 今天早上還出發到北京去 見國台辦 說是能不能先開放路客 到金門去 看十一長假 能不能做一些旅遊或觀光的情況 現在變成業者 民間要自救 那政府在幹嘛 你在懲罰我們的觀光業者 當然墾丁跟花蓮 有些他們業者可能是賣太貴 或是他們自己 這些性價比不夠OK 導致消費者不去 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可是你政府做了什麼 你過去說 我們把這些重力擺在日本客 擺在泰國客 擺在東南亞這些觀光客 可是來得有限 真的是有限 所以很多業者現在活不下去 那你現在講這些 台南無濟於事 真的感覺就像懲罰到 我們自己業者一樣 那再談到台南 台南我真的 每次談每次感慨 我前幾天也是回到台南去 我跟各位講 台南的問題 其實最可怕的是什麼 行人地獄 我到台南去 在他們圓環 就在南訪工業園區那邊 南訪商業園區那邊 根本沒有辦法走 你必須要跟人車爭道 我很難想像說 我們在台北至少還有一個人行道 大家推嬰兒車 還可以走棋樓 或者走人行道都還OK 可是你到台南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交通一團亂 整個棋樓都是攤商 然後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的 你要怎麼走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覺得很感慨 為什麼 台南照理說是民進黨 最愛的城市之一 你要做個示範給大家看 可是像台南不只淹水 你每次三不五時 就冒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什麼光電 然後包括燈隔熱 然後又淹水 現在又感覺我自己去走 就像行人地獄一樣 而且那個還在算市區的地方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是台南人對民進黨太包容了 如果同樣標準 你來檢視台北市 我跟你講早就被轟到爆了 不要說行人地獄 光一個機車停在棋樓 如果有人檢舉的話 馬上就要講彎復責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麼可以這樣排 可是你看台南 我去走的時候 我跟我岳母 然後跟我太太一樣走 真的是傻眼 機車就停在旁邊 然後什麼攤商什麼之類 全部統統擺出來 高高低低的都有 也沒有規劃人行道 那你說更別說有些小家庭 他們要推的嬰兒車 你要他們跟人車爭道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可是你現在看出來 台南的子弟兵 接二連三的出事 我就問你們到底 為台南做了什麼 如果你們真的 為台南做事 我給你一個讚 但是目前看起來 陳忠諺你有為台南做事嗎 還是你只有找曉雲而已 所以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你這些當官的 你有沒有苦民所苦 還是你只為自己利益著想 李孟諺也是 為什麼會爆出 跟張剛偉的這些關係 就是莫名其妙 如果你今天當官當得正 你會跟這些人扯上關係嗎 都不會 所以現在問題就回來 你這些台南幫的 為什麼現在沒幫大家放大檢視 因為你們看起來是既得利益者 賴清德當選總統之後 你們全部人一條龍鞠犬升天 過去大家會檢視你 過去在地方上做什麼 所以問題就回來了 我覺得現在有 大家必須要就事論事的談 過去很多人支持民進黨沒錯 也給你很多民進黨的機會 但是你們把地方做好 把中央做好 就是一回事 那現在看起來 地方中央都出事 這個交通部也是 你看台鐵又漲價 然後包括你漲是漲誰 漲到這些長官們的薪水身上 基層的員工都沒有漲 交通部長這樣做了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從頭到尾一條龍 中央到地方 真的應該好好檢討 好 但人群哥 我們其實真的想知道就是說 因為畢竟現在講的這幾個人 都是他真的是最親信的親信 所以大家也想問 你真的下面的下面出事情 你完全都不知道嗎 你一直以來強調 就是自己會有一種 潔癖的政治性格 好啦 那你下面的人 財團關係這麼複雜 你都不清楚嗎 這個大家也很好奇 這個關係複不複雜 也不是今天才被討論 之前就討論過非常多 你說他跟張岡偉之間有沒有 我平常講 就是政治人物 我們沒有認為不能交朋友 你這個 你總是要了解社會 不然你做一個部長 每天不食人間煙火 你做一個什麼官 然後每天也不跟大家往來 我覺得這種官也有問題 重點在於是 能不能守住那一條憤戒 如果你今天這個憤戒守不住 比如說最簡單的憤戒是 如果他今天具有高度的爭議 這個爭議可能會跟你 這個自己本身 就是你所掌管的業務有關 那你要不要迴避 如果你不迴避 那你那條分寸沒有守住的時候 事後被質疑 你說要再回來解釋 再怎麼解釋都沒有用 這個剛剛主持人講了一句說 交通部長是不是肥缺 你剛剛講的那個 你沒有假評論 交通部長當然是個肥缺 拜託 我們跑新聞的時候 這幾個大家跑新聞 你們最想跑什麼 交通 交通線 交通什麼都掛好不好 誰不想跑交通 我當年跑記者的時候 長官問我你想跑什麼線 我說交通 長官說你那政治臉就跑政治 交通沒什麼機會跑 就是他真的包山包海到非常多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負有責任的 或者負有權利的這種 所謂的政務官來講 你的零選跟你的任用 本來就應該會跟其他部 我認為會與蕭惟有所不同 那賴清德還是在 最後在這麼多的質疑聲當中 還是選擇了讓李莫元 去當交通部的部長 我認為第一個賴清德考量 我不知道 但會不會有可能是 他其實 他的用人圈其實很小 就是為什麼當你圍繞 在你周邊的這些人 都被認為他的背景 跟台南有關係的時候 他會給你這個聯想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大開大合 我什麼人這個用 這個用 不會說圍在在你周邊的 都是跟你台南 要嘛當過你的什麼助理的 當過你秘書的 當過誰誰 當過你局長的這些 而且到最後你進到中央裡面去 這些人就跟著到中央去 有質疑的可能不會是 一般社會大眾 可能黨內對這一塊 都會有些討論 賴清德在過去 當然他在這個 接了民進黨黨主席之後 他一直在訴求一個叫做 他要比其他人物 更高道德標準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 這個台灣政壇出現什麼 MeToo事件或幹嘛的 民進黨立刻誰下台 誰換人誰怎樣不能選 即使不是當事人的 那個已經格到就是說 他只是業務主管什麼的 不能選 講林非凡 賴清德想要形塑出一個 讓大家覺得 他的道德標準跟別人不同 他會更嚴格 甚至他曾經有講過一個 議員不要挑戰立委 記得吧 但後來也破功 所以我就想說 這種現實的壓力 現在更直接的 會去衝擊到賴清德的事 因為有些話是賴清德曾經說過的 說什麼台南市的每個公子 他用的那個 腳掌整整支某我都知道 這個話其實代表是 你們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 你的能力到哪裡 賴清德在告訴全世界 告訴全台灣的人說我都知道 可是現在看起來這麼多的事件 請問這個林怡錦他做的事情 現在被質疑的 甚至他講說可能是有人 什麼故意去檢舉他或幹嘛 請問賴清德知道嗎 如果知道 事實上你也可以就講惡意 像當時我們支持他捍衛他的清白 都可以講 但現在大家都隱晦的不願意接受 你也說要去跑民進黨也知道 有很多我們真的想避開 就避開記者那一層就好 直接電梯坐到樓上也沒關係 所以這個其實真正會衝擊到 其實賴清德過去所設的這個人設 當他今天做總統 他已經沒有上一層 像之前是蔡英文做總統 蔡英文可以幫他避掉很多東西 但現在沒有 賴清德自己站到第一線去了 這些東西又跟你的用人 是有關係的時候 大家就會回來看是 賴清德你要怎麼去處理 你現在遇到的這個狀況 請教慧文哥怎麼看 這個賴清德520就指揮 我相信任俊兄一定有印象 有一個網友在D卡寫說 我飛了14年 我不想再飛了 我退了 當空軍當得很神 我一直很奇怪 因為國防部告訴我說這是假的 那要把人抓起來 因為D卡跟PTT 最糟糕的地方是 他的主機是在台灣 你不可能查不到 我請問賴清德 李孟燕的PTT那個是誰 說什麼被盜帳號 那個是誰貼的 把人抓出來 看是民進黨到底是誰 裝神弄鬼的 或是派新內鬥什麼 我鼓勵賴清德把他抓出來 而且剛剛提到張崗維那個房子 怎麼會查不出來 這個應該誰去查 應該賴清德去查 而不是說交通部長下台了就算了 好不好 PTT跟D卡的網友 你們繼續在裡面裝神弄鬼沒關係 我來告訴賴總統 把你們通通都抓起來 我跟大家講說 那個檢調拿到綠燈 他不會只有台南拿到綠燈 他如果開綠燈 一定是各地的檢調 通通會動起來 我問大家 高鴻安這個租豪宅 在新竹公園對面 他的男朋友去租一個5000萬的豪宅 被綠媒罵死了 對不對 說你當新竹市長 然後你的男朋友去租5000萬的豪宅 一個月5萬被罵死了 那我就請問賴清德 那潘夢安租豪宅你查不查 他們租的不是都是豪宅嗎 為什麼這個賴清德 你的標準是什麼 潘夢安不是你的總統府秘書長嗎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 你是半真的還是半假的 我非常的期待賴清德 昨天賴清德一個行程 去自由時報 就在我們提台的隔壁 你還在做頭版頭 五座為積極打炸 這個寫得非常的大 然後裡面很多的宣誓 我來幫賴清德文宣一下 跨部會打炸指揮中心 跨部會 所以他不只總統府有三個委員會 要跨部會的打炸指揮中心 賴清德說 以聽不到任何人受騙為目標 這個目標很好達到 怎麼做 就吃安就好了 聽不到任何人受騙就吃安 按此吃掉就不會有人受騙了 打炸四同作戰 不成功絕不罷休 像說我們說得像這個 相信邪不勝正 站在人民的一方 我看得很感人 所以我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對旺澤比較不好意思 聖英大哥 來 做這麼大的論壇 在自由時報 誰敢不去總統去了 行政院長也去了 做這麼大的論壇 我想請問賴清德 打炸如果成功我才隨便你 我跑社會新聞這些年來 每年都在掃黑 黑永遠掃不完 每年都在竖槍 槍也竖不完 打炸會成功 辦這個論壇打炸就成功 賴清德 你是把我們當作笨蛋嗎 最好笑的是什麼 這張一定要留下來 這張太經典了 讓台灣的策略 成為世界的解方 我們是世界的解方 夭壽這不得了 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 我們的策略是世界的解方 那很好賴清德 我就挑戰你 來 你打炸給我看 我就祝福賴清德 跟自由時報打炸成功 來打臉我 這個霍永兄 我們全部都沒有詐騙了 什麼各種的詐騙 通通都沒了 我幫你按讚 我不要逼你 我給你一年的時間 我要保持健康 我至少要再活一年 我看你打炸會成功 我聽你在叉叉 你騙誰 什麼掃黑什麼講一大堆 什麼跨部會指揮中心 賴清德 講這些話有用嗎 講這些插話有用嗎 那你拿出成績來 打臉我 我站在這邊等你 把成績拿出來 打炸不會成功的 我問你 打炸如果會成功 對不對 那那些黑道要混什麼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詐騙集團 在海外被捕 一聽到說 要送大陸 大家都哭了 一聽到送回台灣 大家都笑了 為什麼 賴清德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你打炸 算了吧 我們先進來廣告 廣告後來繼續來說 祝得安全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享受 雨 琴 晚 雨 雨 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